如何让那个图可以做缩放 因为现在的效果做出来之后 它不能缩放 那如果不能缩放的话 那功能实在是就就就就大大的有折扣了 如果说你可以缩放的话 哇那个效果其实就已经很够了 不过呢要怎么样做出缩放的效果 你必须要额外写出一个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的话 我是叫做什么呢 把原来的这个image view 改写成叫一个叫touch的一个image view touch的image view 那这里面的话就是增加什么 把那个本来image view本身不能做缩放的 也不能做移动的 我把它加上去了 所以它必须是什么 extense 因为我这个touch image view 实际上是extense image view 也就是我继承了什么 image view的所有功能 然后额外再增加它没有的 有点像我继承了爸爸的字页 然后呢我要再把它再扩充出去 所以增加了那个放大缩小 跟移动的功能 那底下怎么写 这个我想比较跟java有一点关系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里面的话大概就是会有一些注解 在这里吧 OK大概会这些效果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来确定说这个功能是OK的 其实我已经把它放到我云端上的分享区里面 那各位可以看那个在哪里呢 云端白板里面对不对 当然这边有个QR Code 如果说你们要连进来 你可以从QR Code 那手机里面尽量是用那个Chrome的浏览器 我好像用内建浏览器 有的时候下载好像会有点问题 所以你用那个Chrome浏览器 然后就是扫一下这个QR Code 连进来的话会看到这个画面 那你在这个云端白板里面有个APK 然后进来之后的话会有一个那个 我这边把它用成那个清单检视好了 然后在这边的话 0 有没有这个 叫做Photoplayer的Rune 就是说放功能 有一个加一个Rune的 OK那是旧的 上面的是没有缩放功能 下面是有缩放功能 然后呢 你就是把它下载下来之后 在你手机里面 我刚刚已经把它试装了一下 你会发现它可以移动 可以放大可以缩小 没有问题 还蛮流畅的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可以试试看 因为模拟器里面看不到 是可以移动 但是你变成你少一个东西 你不可能有两只滑鼠吧 那边缩放 所以还是非得要实机来测试 所以你要用实机测试的话 不就是丢到云端上 然后把它产生一个QR Code 让人家可以download 对不对 那要不然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寄给自己啦 像我有时候也会用那个 mail的方式 把APK寄到自己的信箱 用手机去收这个APK 然后把它安装起来 也是OK的 所以如果你们等一下QR Code OK 你就干脆把它下载 寄给你自己算了 试试看 收放功能 好 那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完成这个 就是有收放功能的这个功能 那这个其实不会很复杂 你们就把上面这个按右键 复制一下 因为版本控制嘛 因为在Eclipse里面 如果你直接就来改的话 那你旧的专案不见的 下一次要改回来都会有问题 所以怎么样 那你就先复制一个 然后再按右键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后面加上一个什么 底线 我就加一个什么 ZOM 就是一个Roon 就是放大缩小 OK 然后里面改哪些地方 界面部分 后改 先改什么 先增加这一个 那增加 你想说老师 那城市怎么一大堆 我怎么 其实 这样光要讲完 恐怕 这是属于Java的范畴 重点不是在 我们重点是 教各位能够 做出这个东西来 好了 Java的部分 如果有兴趣同学 自己再花一点时间研究 不然的话 光讲完这个 恐怕后面的课程 就不用讲了 OK 那我就教你们 怎么样把这个程式 放进来 OK 第一个 在这边 要增加一个Java 因为之前我们本来 只有一个 对不对 那你要再增加一个 怎么增加 按右键 记得是在 Source的这个地方 的下面有个套件 套件的上方 一般我习惯在这 按右键 新增什么 新增一个class class是一个类别 新增一个class 对不对 那这个class名称的话 你就直接给它名称叫做什么 Touch ImageView 就是在ImageView的前面 等于是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Touch 因为我这个Touch功能 或者是叫Run也可以 TouchImageView 好 那再来的话呢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打一个好了 Touch 假如我今天建议一个Touch好了 OK 然后呢 你的Super类别 这边浏览一下 不是用Java的 所以我们要继承是ImageView 所以你打一个im 有没有ImageView 打一个im之后 有没有发现 它的上层的 就是我要继承的是ImageView 所以 特别注意 在这个地方 它的Super类别 指的就是负类别的意思 负类别的部分的话 因为我是继承 它那个ImageView 所以我就在这边找一下 然后 其他的话呢 就不改 按完成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就会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这个 这个类别 那不过因为里面是空的啦 那等一下的话 底下的程式码 我会给各位 做出来的话 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 那程式码 我已经把它贴到云端上面了 在程式码里面 你们可以找一下 在底下这里 蛮长一串的 那你就把这一串 直接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的那个 刚刚建的那个Class里面 你就直接从头到尾 这样复制 到尾 把它Ctrl C一下 然后呢 再贴到这个底下 贴到这个 那怎么贴 上面第一行留下来 底下全部贴上了 就留上面这一行 OK 第一行留下来 全部贴过去 贴过去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产生了一个 我们的这个 新的Class 那名称的话 因为我这边是有一个 所以 就是 这个应该是重复了 所以我把它删掉一下 最后做完你把它贴上了 就会看到了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结果 它的名称叫做 Touch Image View 而且是 Extense Image View OK 那第一步我们程式就做好了 等于是已经具备有什么 说放的功能 那第二步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刚刚的那个 我们本来是用什么 用Image View 这个底下是用Image View 对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我们现在增加的这一个 叫做Touch Image View 所以名称的话呢 就直接在什么 在这个前方 本来它的名称是这样子 本来是这样子 Image View 对不对 请你在前面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Touch Image View 可是问题 如果你担心说 它会抓不到 抓不到这个的话 请你再把这个套件名称 右键 重构 重新命名 把这个名称 复制一下 因为我在这一个的 类别前面 必须要加上一个 这个的名称 不然它会抓不到 然后再把这个名称 给贴上去 再加一个点 它就知道说 你这个类别 是在哪里呢 在我们这个 专案里面的这个套件 套件里面呢 会有一个类别 它才抓得到 这样子就完成了 两个动作 OK 特别是说 你只要把这个地方 实做出来 这样子来跑 OK 就完成了 试一下好了 那这样做出来的话呢 你的以后 缩放部分呢 就可以达到 那个效果 Image View的效果 所以后面几个范例 只要是有图的地方 你通通都可以缩放了 非常简单 来 这边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如果说你要想要先了解 那个效果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先到 我那个云端上面 那个APK里面 去找一下 有一个叫 Photo Player底线Rune的 然后可以把它装在 你手机里面实做看看 了解一下 那个说放的效果 当然如果这个效果 比如说说放太快 或太慢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针对 那个类别 去做修改的动作 因为里面会有个 我们的那个 Java 类别档 也在上面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一下 哈 好啊 好啊 。